大家好,这就给大家讲一个来自于北京的一个叫做近人皆知的一个话题啊 就是习近平这个人呢,他其实老八子蛮好使的 他是善于利用各路人物的啊 然后呢又善于各个过河拆桥 所以北京的这边的人呢 因为习包子的这个江山做的有点稳固了嘛 是不是风言风语的 一会儿说习包子死了 一会儿说习包子变了 一会儿说习包子被架空了 一会儿说习包子没权力了 但是你还是会发现习包子仍然是崩打的挺欢的啊 还是中国的老大啊 好像无人撼动他 这个时候中国人的北京人呢就开始议论呢 说习包子这个人有雄辩之才 有这个什么治国理政的这个金人的才华 是一个老聪明的人啊 他有点像谁呢 有点像曹操 曹操这个人呢就是又会写诗啊 虽然习包子认识的字不多也不会写诗 但是习包子用人治国 那绝对的啊牛逼哄哄 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宁可我负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负我 宁可错煞一万不可放过一个 是吧 这都是曹操的智慧 表现会最大的特点就是 我先利用你的时候我就把你拱到天上去 用完了以后我就把你认了啊 叫过河就拆桥 说习包子最大的本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就讲说这个习包子这几年啊 你看高层的人我们不大知道啊 高层的人利用过谁呢 高层的人至少有一个人是被细胞子利用 然后扔掉的啊 这就是齐山兄王齐山兄是不是 完了以后呢 民间的人有两个人 你必须看得清清楚楚的 一个就是郭文贵老师 郭文贵老师在灭这个王齐山的 这个伟大行动计划中 理想了汉马的功劳 按照正常的情况的话 习近平应该给这个郭文贵 送他们100亿美金 是吧 完了以后再给他送1000个姑娘 让郭文贵又有强化又有姑娘税 是不是最好是给一个什么 让给郭文贵一个组织 给他一个官当一当 让郭文贵当一个中共的国家副主席 是不是取代王岐山 结果没想到习包子利用郭文贵 把王岐山灭倒之后 扳倒之后 完了以后就把郭文贵也送进去了 要灭掉郭文贵 是吧 你郭文贵这个人是很惨的 他现在为了还没出来啊 习包子这个人他通天 他厉害的 他因为他又有地位又有权又有钱 美国的这帮人呢都可以 你是可以谈的 南京狂最后把郭文贵给弄进去了 所以我一直是蛮希望郭文贵老师出来的 出来以后我们听到 蓝蓝蓝蓝蓝蛮有意思的一个人 这个东西就意味着一个什么事实呢 就是你在王岐山和习近平之间 你作为一个郭文贵 你作为一个屌丝啊 虽然你有几个钱啊 但是你这种钱在习包子面前 在王岐山面前啥也不是 所以你最好是别搅和他们那个局 别搅和 都他妈不是好东西 你不要觉得王岐山不是个东西啊 然后喊习主席啊 说习主席啊 你原谅我 我承认错误 你给我一官当当啊 我为你消权嘛知道 不至于因为你他妈的 你再怎么的你也是郭文贵 你不是王岐山知道吧 你也不是习近平 所以我们就这期就讲啊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但话题从哪说起呢 从崔永元说起 因为崔永元也是习包子利用过的人 崔永元成功利用过 这个习近平成功利用过崔永元 去扳倒这个陕西帮 是吧 因为陕西帮 郭文贵 因为习近平他是从陕西出来的人 但是陕西这边他是针都扎不进 水都泼不进 他一直对陕西这个地方是有情感的 因为那是他老家嘛 他爹也埋在那里嘛 是不是 他自己也在那里长大了嘛 知青嘛 是不是 所以习近平和这个薛远平 他们兄弟俩都对陕西特别有感情 希望把陕西建成中国的一个富都 希望这个以后年纪大了以后 去陕西养老 希望陕西作为一个富都 能够替代北京 成为习近平的大后方 这是他的一个主意 但是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你必须要完全彻底的控制陕西官场 这个时候他就成功的利用崔永元 还有这个最高法院的王林钦 两个人 然后就搬到这个 搬到这个赵楼记 之前有 陕西有个省委书记叫什么名字 就把他给抓了 那个人没什么本事 没什么能力 因为他就是一个陕西省委书记 就坐牢去了 是不是 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搬到赵楼记 赵楼记这个人背后不是一般人 他有本事是不是 所以最后的话 习近平跟赵楼记打了300回合 基本上两个人打了一个平手 赵楼记也搞不定习近平 西省反过来你发现没有他也搞不定赵楼记 他还是要眼睁睁的看到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这个职位 必须要给赵楼记 而不能给他们家的席包子的这个那些个人 你为什么要用赵楼记呢 你把他撤了呗 让他让他退休呗 是不是为什么还要留他呢 搞不定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最悲惨的是谁啊 最悲惨的就是崔永元 崔永元本来是一个一手好牌就打砸了 是吧现在又生病完了以后呢 人又出不来 你说你都曾经自己都说过的 我的背后的后台 我说是呢 我吓死你是不是 那就习主席呗 既然你有这么好的后台 你为什么你想去日本去治个病都不让你出来呢 是不是 这时候你又发现崔永元就怨天尤人 是吧 完了就高估自己就开始吹牛逼 我就看见他写了一个对娘 怎么醒来着 那字写的也还没有我写的好啊 与万卷 叫什么 与万卷书 与万卷诗书为有 刘依根几股作人 是吧 也就是说他现在习主席不理他了呗 他没后台了呗 就开始装逼了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特点 就是达子兼济天下 也就是我飞黄腾达的时候 我牛逼轰轰的时候我就跟皇帝在一起坐而轮道啊 皇帝在一起治国理政今天就是帮着皇帝治国理政是不是 帮着习主席约炮 搞这些个事情 穷呢就是你屌丝的时候啊皇上不理你的时候 你一开始在家里就独善其身 就情绪书画啊 也是起不快哉是不是 与万卷诗书为有 嘿 你这不扯淡吗 你应该与习主席为有 习主席如果不理你了 你应该造反 应该要起兵是不是 你与万卷诗书要装什么兵啊是不是 还有什么牛一根击鼓作人 你你想想你一根击鼓 你那个击鼓也有可能是弯的啊 是不是 你当年被习主席利用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击鼓就是弯的了啊 所以我看见这些个话呀 我对崔王源没什么意见啊 我就觉得崔王源啊 第一 在飞黄团达的时候老觉得朝里有人 中国人都这样啊 在自己吊丝走杯子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什么呢 觉得自己妙不可言 德高招人 完了以后这个 针针铁骨绝对是一个大男子汉 他横数都是扯淡 前前后都扯淡 所以我给他就就就就配了一个对面 回应他啊 我叫做什么上卷啊 他的上卷叫与万卷诗书为友 我说万卷诗书都守于完啊 中国的那些万卷诗书 真正拿的拿出来可以读一读的没几本 全都是一些扯淡的事情 都是一针眼瞎 所以万卷诗书都是于完啊 又愚蠢又顽固 夏年 一根脊梁也是垃圾 所以你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 你的那根所谓的脊梁骨 你的一根脊梁 你以为是正义的吗 你以为是勇敢的吗 扯吧 是不是 你的整个人都是弯的 你一个脊梁他男的不是弯的吗 所以一根脊梁也是垃圾 他的下令叫刘一根脊骨作人 我告诉你你作人作官人 作杨伟之人 软大他的就这样子 横批叫脑子进水 他脑子进水在哪里呢 就是他之前相信习近平能够保他 之后呢 又怨恨习主席不给他作主 是不是 你必须要把这些问题想清楚 你才能脱支 你如果觉得习近平崔永元是一个勇士 那你是支人 是不是 你如果觉得郭文贵是一牛逼人 那你也是支人 是不是 你必须要认识到他们的问题 反而是人家习近平比你聪明 先跟王岐山大战三百回合 这几天又传说习主席要跟王岐山讲和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才是庙堂之人 那是他们家的家事 那是赵家人的事情 轮不到你崔永元在那里崩打 轮不到你郭文贵在那里崩打 你崩打得越欢 你输得越惨 你跳得越高 你摔得越碎 你何必呢 是不是 所以习近平为什么要抛弃崔永元 习近平为什么又要灭掉郭文贵 然后呢 习近平为什么要跟王岐山讲和 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 这是很严肃的问题 我跟你讲 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你才能脱支 我这些问题我都是想了很多年了 我今天早上写了一段话 就是中国人思考问题都是要么就是责怪中国没有一个好皇上 要么就责怪中国的制度不行 是吧 崔永元跟郭文贵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好皇上 是吧 或者是皇上还不错 但是太监太坏 是吧 王岐山太坏 这都是不对的啊 你不要这么思考 这个中国的事情呢 你思考中国问题它有个过程的 我也也是这么多年 当公职当这么多年 我们这些公职有一个一招先的这么一个策略 就是什么都怪制度 制度 制度不行制度不行 把美国的制度搬到中国 那中国就好了 你想多了 是不是 20年前我讨论任何问题 我都要往制度上扯 后来发现人在前制度在后 如果人有问题 那制度也跟着一定是有问题 再好的制度 如果因为人的问题 它也是个扯淡的事情 人有问题才是重点 然后呢 过了一些个年 我又发现人有问题 不是指所谓的国民心的问题 不是宏大叙事 而是自己的个体意义上的人有问题 所以你想想鲁迅他们 啊什么国民心研究啊 什么什么这些个词 纯种扯淡 欺骗人 忽悠人 没有国民心这个东西 人任何时候都是一个一个的人 国民心如果真有问题 那一定首先是个体的人有问题 要回到个体 然后又琢磨琢磨琢磨 又过来一些年 我发现自己的问题 不是所谓的这个 所谓个体的问题 不是所谓的我的道德败坏 人都败坏 你也败坏 我也败坏 也不是所谓的行为啊 或者运运运气不好 行为方式有问题 不是的 而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 人在最初的时候 有一场伟大的自由选择 你选择错了 是不是 那选择是一个关键词 问题是什么才是正确的 合一的自由选择呢 然后我又发现 一个人的自由选择 取决于他的原初观念秩序 原初观念是个好东西 这个词不是我的词 这是罗尔斯的词 是不是 到这里我终于意识到 真正的批评 是对自己的原初观念的批评 你像乘用员 与万卷施数为友 你这就是原初观念有问题 那万卷施数 如果是一瓢纳戒 你与他为友 你也不是一个垃圾嘛 是不是 牛衣跟脊骨做人 是不是 你这个脊骨如果是弯的 你做什么人呢 做人也是个杨伟之人 也是个弯人 这原初观念没有 没有得到批评 自以为意 自以为真理在我 自以为一心 你脊骨源就是真理的化身 你永远参量的是对的 这就是中国人的大忌 知道吧 所以真正的批评是对自己的原初观念的批评 而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批评自己的原初观念 完全取决于他是否建立一套稳定的终极的分析坐标 是吧 所以我们知道你做题目你需要公式 是吧 你解释个现象你需要画一个坐标系 你都没有坐标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对的是错的呢 所以意识到这一点 我首先是花了20年的时间去试图建立一套分析坐标 我也从来不演示我的观点 我的分析坐标就来自于圣经传统 是吧 你得有坐标 你没坐标不行 有了坐标以后我就开始写作陈思路 对自己的原初观念进行碎片式的讨论 光经光经工也写了十多年 写了两百多万字 所以我看到崔永元 我看到郭文贵 这些崔永元我还跟大家认识 所以我就想哎呀 人呐 一辈子 你必须要对自己的原初观念有批评 如果你的原初观念没有任何的怀疑 你别叫 别混 别瞎扯 你还不如就是踏踏实实的就是娶妻生子 多搞女人 多生孩子 是吧 生儿育女 吃吃喝喝这辈子就过去了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